好 那我们聚集在这里是什么 就是我们有这个就是说姻缘 佛陀所留下来的传承 有这个姻缘可以今天再聚集在这里 那我们今天就是说我们一起发大愿的话 一定会就是有很大的成果 很大的一个成就果 那以前就是导师释迦摩尼佛曾经讲法的时候 你们知道就是说你那个那个时代呢 那导师释迦摩尼佛传法的时候发现说就是我不光是这些人道 那些周围的那些就是鸟啊虫啊 那些他们都可以听得到这个佛法 就是今天我们在办这个宴过念这个仪轨的时候呢 周围有很多鸟啊虫子啊 这些他们都那些动物道 他们都可以就是听得到享受了 所以就是说有很大的功德 大家一起好好的回向这个很重要 那就是说我有就是那个狗也带来就是这边在祈祷祈愿 那真的很好 哈哈哈哈 这个藏狗 藏欧啦就是那个是属于藏欧对不对 藏欧 藏欧 那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是呃最主要念这个仪轨的时候是为了就是说 王主要最主要就是往生者那那些就是中英道的我们刚才讲了嘛 这个最主要布施给他们这些是中英中英生的 为什么中英生中英生他们能整整能享用就是用那个气味味才能可以享用这个 所以我们发大愿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自己的先可以承搏 我们今天是我们先承搏没关系 那然后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可以救度他们 让他们就是在这个轮回当中解脱出来 這也是再用这个轮回当中解脱出来的 但是这帮助我们的主要阶メント 所以,我们这个人要担心拿着说有个大法 他说说他就没有这个轮回当中解脱一些 德国毛病毒yes 他说就是跟你说这个轮回当中解脱出来的 他说他说这些轮回当中解脱。 他说他没有点击的轮回当中解脱? 是这事的轮回当中解脱出来的 他说他知道是想要但是呢 那最主要就是说我们的动机要调整好动机真的是很重要 那我们就是说今天就是说我们刚开始是发行 最后就是回向嘛 那回向的时候这个是真的是很重要 发行也很重要 我发行的时候要想到说 不是为了自己说今天做这些我们善事 不是为了自己的个人 要是要想到说是为了可以逆于做生 为了做生愿成果的心态来去布施去共修 这个才是真正的我们所需要做的 那就这样子 这个可以收掉 谢谢大家